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腌制好了 我们要炒瘦肉 这边炸一个开心锁 然后你看 这两个圆圆的有没有像两个小小的硬币 给你来个笑脸 炸的炒饭肉丝都非常嫩的 今天我们就换了一口大锅 这个锅非常大 要吃个炒菜 昨天我就给它开锅了 开锅 这个锅很酥 对 之前你还要吃 鱼很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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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中午朝菜全部都装完了 就剩了几个硬币 然后每一份的份量都是特别多 装的特别满 它那个肉丝特别丰富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吧 感觉今天的生意没有去昨天那么好做 就一下子卖完了 可能今天这个位置好像又不对 没有昨天的位置好 但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到底 它那个工友的出口到底在哪里 而且还有就是也来晚了 现在都差不多了已经十二点半 还剩了六盒饭没卖掉 孩子又闹得不学 回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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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啊 宝宝饿了宝宝饿了 爸爸都还没吃饭呢 先给你吃饱哈 宝宝饿了 宝宝饿了 对不起啊宝宝 把你饿到了 你吃饱了爸爸再吃好不好 ok 该我吃饱了 今天中午剩了挺多的盒饭 差不多剩了六盒 估计今天晚上也是吃这个 今天有点失败 挺有挫败感的 然后一共差不多卖了十二盒 但是我们要像这个圆圆的饼一样 保持效力 再接再厉 哪有一番风筝 总结一下今天原因就是绝对是去了太晚了 真的是有孩子让你特别难受 就这个孩子在你根本没办法做事跟卖的时候 他就一直闹一直闹就路着饿了 然后明天一定要早起 今天是八点钟开工了 明天在七点钟就开始 明天就要七点钟开始 这个肉真的炒得很香的 胡萝卜 明天决定 再炒个肉炒个牛肉 洋葱炒牛肉 然后再烧个鱼肉 然后再炒个豆腐 这很香的 因为我的油水放得特别多 还有上次 就有的人 做完那两桶是第一个多油 真的是 王里面多读了那么多书 读书读那么多 结果把自己读傻了 那怎么可能是第一个油 那是菜籽油 熟炸的菜籽油 因为我们老家这边都会自己炸菜籽油 有的人是书读多了 读傻了 明天的话一定直接早点去 站好位置 分分钟就可以卖完 我非常明天有吃心 说到这个都是鸡 好今天是明天到这里了 明天再见 OK